這個其實是一間 住在旁邊 博鳳林村是一條香港近市區的最後一條鄉村 也有早期的原居民 現在追溯歷史是去到1730 二百多年歷史的鄉村 由它開埠之前 英國開埠之前 由清朝開埠到現在 它都經歷了很多不同時代的轉變 房屋的改變 生活 英國人的企業 進入香港時候的模式 你有沒有來過博鳳林村? 你又知不知道 這條是全港島歷史最悠久的村莊之一? 博鳳林村環境保育小組 定期都會舉辦道上團 帶領市民走入這條 由香港還未發展成漁港 就已經存在的村莊 他們遺留了相當多的古舊建築 以前的牛奶公司 就位於博鳳林村附近 村裡面就有很多養牛設施的遺跡 而村裡面還有一座里寧仙者塔 是用來紀念這位 博鳳林村航摩服饒的先人 而每一年的中秋期間 他們亦都會舞火龍 來祈求村民平安 這些都反映了 博鳳林村獨有的特色 捉摸得到的 譬如我們有火龍 有牛奶公司的遺產 有舊的清朝屋 有里寧仙者塔 沒有火龍 沒有火龍的習俗 除了習俗 我們有儀式 送龍入海 扎作 逐家逐戶去祈福這些習俗的東西 是配合硬件 就算你保留了硬件 但是保留不了軟件 軟件就是說這件事 是等同於要擺入博物館 那它後面的價值在哪裡呢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接受 即連這些這麼多元的生活 多種生活模式都接受不了 是否我們全部都要住入一些摩天大廈呢 摩天大廈裡面的生活模式 有人享旺 也有人不享旺 但是多種模式 是否這樣都接受不到呢 香港 除了歷史建築之外 村裡面也有不少的藝術作品 去經歷整條村的發展 就好像衣服深圓的火龍桃鴉 是兩位藝術家想透過桃鴉 對博富林村送上祝福 好像一個inspiration一樣 啟發性很強 但見到村民和小朋友走過就很開心 更加帶出我們平時在做博富林村 帶出來的歷史文化價值 或者背後的文化價值 而高永康有提到 下一步就希望建立一個文化遺產銀行 透過這個地方 促進與不同人的交流 另外就有一個項目叫做Memail Bank 即是叫做回憶 或者叫做文化遺產銀行 我們就會收集本土很多 二百多年來 香港有的兒時 玩意記憶相片 可能是廣東話 講的口吻的東西 藝術 集火龍的技巧 李寧仙者拜祭 還有導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就是一些故事 我們要多些給人聽 博富林村有些裙帶路的石 裙帶路故事是怎樣的 當我們儲存了這些東西 好像銀行那樣 可以是拜一個人 或者是拜一個機構 這樣記錄了這些資料 銀行的模式 有些朋友都說得對的 是好像一些 像一些廟師 加一些社福機構 但是銀行就不是用錢去換一些東西 我們希望可以跟本地 或者是國際的文化的朋友 藝術的朋友 做藝術上和文化 去做一個交換的條件 不如他可能幫我們畫一幅畫 我們可能會找師傅 或者村民摘一條迷你的火龍給他 或者教他摘一條火龍 用那個文化做一個交流 那個地方希望做一個平台 是建基本土 將博富林村 或者再將南區 香港的東西 做一個文化紀錄 將它和外國 外面的世界做一個交流